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州监禁杀人事件 都未必想起是什么事 随着我说下去 或者也有看过 因为太出名了 报道 纪录片 尤其现在这么多网台 因为我留意到日本 原来大陆也有很多网台说这些 香港有个网台 例如X党 安 还是什么东西 它是移动了几十万人 不用出人的 就这样有声音在里面说 而且剪一下照片也几十万人看 因为你再组织一些东西 例如指甲藏尸 如果你要我们说 我觉得一定要找一些新角度 但真的没有什么新角度 但他们虽然都没有新角度 但是将所有不同的人的看法铺陈出来 都可以做到一个节目的 但我也很会服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英国这样的方向更好呢 特别是 现在 是不是真的要 好像今天我收到首先第一件事 给大家看 昨日和大家介绍PV频道的AI人工智能 在GPT出节课程 现在是AI的年代 如何把我AI将会成为你成功的关键 这个就是我的AIBarry 你把声音来吗? 我把声音来的 你现在这样就不觉得是我把声音 但是 你看什么呢 对啊 有没有人 训练他成为你的左右手 一分钟做PowerPoint AI声称影片机动化 还能创建属于你自己的虚拟人像和卡通角色 很屌的课程 快点 很屌的 过程 我的果语都很屌 放一层 它抖音 我的果语都很屌 所以你没办法的 有时真的有时间想 没有的 说真的 上去吃烧蚝 或者我下周出片 好 什么时候去 未肯定 我回香卡再生 随时都可以走 老实说 我一会儿不回家 一架车 就是在罗马洲 现在是不是还有的 我以前很喜欢在罗马洲 那里有停车场 然后走到对面 坐黄巴 现在还是这样的 这样的 那会儿很简单 再不然 我放在车上火炭 坐火车 去福田 行不行 然后去福田 就坐地铁 只有一个站 我在那个 那里要下去的 好像 要过去马洲站 出关 去地铁站 坐那个站 福田 福民站 福民站 好了 这件事 真是恐怖 案中的主角 崇永泰 记着这个名字 1961年 在福江道出生 小康之家 1961年能够成为小康之家 也不简单 因为那时候也是百废待兴 不过刚刚叫做 战后 就是 50年代 他们很大奋斗 重建 接着搞奥运 爸爸 就卖床鱼皮铺 他因为只有一个儿子 所以他妈妈和他妈都很疼他 据他自己说 他小学成绩很好 学生是学生妹 中学一年班 更加打败前辈 他取得辩论比赛冠军 亦都做过排球队的队长 这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不差的少年 中产之家 但是 原来这些东西 后来 都被踢爆 他的小学同学 都是说大话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 原来从小到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得过 妈妈 或者妈妈 的宠爱 他很想成为主角 或者简单来说 他就算是一件事 根据重运的同学 其实 第一 他们还没有一个同学 记得他贏过辩论比赛 当所有同学都不记得的时候 究竟是没有辩论比赛呢 而在排球队里面 他也不是什么主将 排球队长 他因为 一定要做 强烈要求 其他同学 他喜欢做就做 而事实上 他只是后备 而已 但是我又看得到 我又奇怪了 那些同学 为什麽会 你后备 你这些阿sir 其他同学 如果你有后备 实力又不够 你有硬来的 日本仔那些 但anyway 他又后备 同学继续爆料 也看回成绩 其实 是普普通通 一样的 又不是差的 又不是好 就绝对不是什么高财生 不过他从小学开始 就喜欢说谎 和夸大 所以没有人相信他 好了 升了中学之后 他开始做风纪队 后来还做队长 但是 因为他被他发现 他经常去追求女 于是他转到一家男校 但是呢 有一些 松永的同学朋友 就说 其实转到闹不校之后 他更加猖狂 那男校你不会搞 他搞外面的女 而且开始要接近女性 去骗钱 他又不是窮的 有些人就是这样 好了 好了 高中毕业之后 松永泰 不是只是松永泰 就继承了家里生意 他就强迫那些员工 不准卖以前的货 一定要卖那些劣質货 但是呢 就要抹高的价钱 那就谋暴力了 因为他本身有 有 有 街坊生意 是的 好了 有些同事 不好 這樣 只有一次 差不多两次 他就暴打同事 这麽微谱 还会用电棒 电击 那些同事 所以同事 就个个 有些是离职 坐了几十年多 爸爸 那些 就不会相信 就是这样 刑困之后也不必 跟他说 就只是觉得 哎呀 他夹不离 而他 松永 就经常 跟那些员工说 他是 差很早的 所以那些员工 就不敢反抗 最多就走 好了 1980年 即是29岁 松永 同一个女人 结婚和三十个儿子 但是期间他仍然是四围出去 滚 更加在滚的途中 就认识了第二个老婆 就岁方淳子 好了 其實 他第一个老婆真的走运 因为他认识了第二个老婆 岁方淳子 他就离了婚 跟岁方淳子一齐 这一个 就是岁方淳子 他一家人的命运 大扭曲 而他前妻 看回头 他跟他老婆 离了婚 就恭喜他 岁方 当然被他虐待 而岁方的老母 就是他外母 知道他女儿被虐待 他就要求他 既然你不喜欢我女儿 你经常打他 你不如 和他离婚 你都猜不到 你都猜不到 喂 殺了他 岁方 没那么简单 他呢 阿松永 有一天 就跟岁方说 岁方 对不起 我觉得你勸告我 也对的 我现在在某某饭店 你在酒店里 你过来 他欺骗他的外母 去到宾馆 去到饭店 叫你老母 是强奸了他的外母 叫你老母 不带肚子 那只 那么离谱 好了 不要理论他的外母 到了1992年 岁方永 因为商业诈骗 又打火器 于是乎 终于受到警方通緝 1992年 那时他31岁 于是他就带了他老婆 阿淳子 一起走 他强奸了淳子的老母 但是不知为什么 都还可以继续一起 好了 逃亡期间 开始越来越离谱了 这个松永 吵你老母 在日子都打阿淳子 就说 吵你老母 没钱了 打回家拿钱 吵你老母 拿了 吵你老母 总共 是1,500,000 Yen 那时候 90年代很多 七八十万港元 而且 逃亡期间 他看到 在京都有个地产经纪 叫做 釜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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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老母 釜菊 釜菊 言之 你能够合夥 做生意 我 لي 你也有這麼熟悉的地方 大家合作 無往而不利 有一次我們變成朋友 有一次是虎谷 是朋友 喝醉 自爆 說自己喝醉就是行家產 他說曾經私吞過一些施工費 有些人做一些project 從此 從永 就用這個把柄來控制他 而且就把虎谷和虎谷的女兒 都禁閉著 我不明白 為什麼不敢發威 要求虎谷 跟親戚朋友拿錢給他 否則 他用電棒 電夠他們 你也想發威 說你發威 你不斷施工錢 我一定爆的 又不斷不斷嘔打 這樣也未夠 每天是給他很少的東西吃 就是剛剛調命 虎谷不斷被 從永太長期精神和肉體藥袋 最慘 有一天 你不要想吃東西 你先吃了這粒糙 這粒糙是虎谷自己的粒糙 你吃了 我就給你一個包子吃 屌你老母 不斷嘔 好了 最終 虎谷在1996年2月26日 其實是 就是 精神身心受弱得太厲害了 就釘了 這個 就是 重永泰 如果你連同他老婆 算是 純子 第一個 的受害者 好了 因為他被監禁了 虎谷和他的女兒 他就繼續洗了他的腦 不斷催眠他 認為其實你老爸死是因為你累死了他的 然後 就逼他的女兒 現在你就大了 你要坐牢啊 你想想 他的女兒被他穩穩住 真的跟他爸爸一起 然後 吃又沒一口好吃 天天洗腦 其實他已經瘋狂到精神崩潰了 他逼他的女兒 支解他的父親 然後 他逼他的女兒 阿富谷的女兒 用攪拌機 是哪些攪拌機 你不要想著現在的攪拌機那麼強橫 是哪些呢 是我們的肉檔 就是現在的豬肉檔 做的面子豬肉那些 把他爸爸刮到一件件之後 然後 醒醒他吧 攪拌他呀 阿富谷的女兒 受催眠又被迫 然後他就把那些 免治人粹 扔掉到大海 撫谷 好了 他想了撫谷之後 阿富谷的女兒 這個重永泰 不是殺開有條人 他就撫你老母 想著想著想著 這樣真的不敢對老 於是 他 竟然跟阿淳子 老婆 家裡說 喂 阿富谷的女兒 你們知不知道是苦谷呀 誰是苦谷呀 去外母好像沒有強姦過澳 那時候經常跟我一起的地產經紀 外母很大人 你知不知道 你這個女兒撈倒他呀 他是說阿淳子撈倒他 OK 你們如果呢 你如果呢 不想我爆大鑊的呢 拿錢來 這樣也不夠 他再 豬多挑撥 他純子 外家一家 他跟純子的妹妹說 純子的妹妹 老公說 喂 你知不知道 你這個老婆和你姐姐 除了純子是大姐姐 他還有一個二妹 有一個三妹 他跟三妹夫說 你知不知道 你這個老婆 和你二姨仔 我都吵過呀 你老婆 你老婆我欺一粒粒的 真是去挑撥呀 好想是欺的 OK 好了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老婆 他們一家 你怎麼是吵架來的 又是不欺來的 我連她老婆都吵過呀 真是你落外母呀 我都吵過呀 白吉野駱 這樣 好了 他的妹夫呢 又這樣按鈎 我想這條 從永泰呢 他是有些 微力的人 說服力的人 有一次喝醉了之後 我老婆又被人吵 我老婆原來還不加載了 於是 他 就把他們 阿純子的一家人 多謝 父母 就打了一生 他的妹夫打了一生 只是打了一生 但是最糟糕 就是跟著他喝大了 他很相信這個從永泰 他把自己的對子女 都給他 你了你了你了你去搞他們了 我相信 你家人就是賤總 你了你了你了你 你女兒 你當然是好人嘛 但是你老婆是吵架的 你兒子和你女兒都是吵架的 他們不懂得教的 現在你不教你就大了 於是他喝大了之後 就給了他的子女 從永泰教 好了 從永呢 既然是這樣 就用兩個小孩子做籌碼 兩個小孩子 就把 純子一加監禁 禁閉著 那你們兩個孫子在那裡 好嗎 那時候 他首先要求 他老婆 他老婆 真是純子 他老婆 說你了好嗎 罵你老婆 真是罵你老婆 他真是罵他呆府 那麼瘋狂 他老婆又那麼老 罵你老婆用電箱 這樣的環境 現在我們不明白 我們怎麼發揮 為什麼不發揮 那麼多人 純子的老婆 受不了 OK 精神崩潰 已經被他強姦了 那個女婿 從永就叫純子 吵你老婆 你老婆先吵架了 然後呢 就叫我妹夫 即是剛才那三妹夫 吵你用電視 勒死學外母 那麼冷 這樣還沒夠 吵死學外母之後 他真是滅絕人性 從永 就叫純子的妹妹 用電線磨 吵你老婆 不斷吵他老婆的頭 死了 一天一天一天 用時間 吵你老婆你不吵他頭母飯吃 整家人已經去到崩潰 未夠 吵你老婆 他妹 吵他老婆的頭 這個從永太太 吵你老婆 就一天 你這麼吵人不賤 吵你老婆 吵你老婆的頭都戒掉 吵你老婆 我擔就把他做勝勞 不夠 每一次 跟他打完東西 就用電棒 吵你老婆電去 終於 吵你老婆失去了聽力 我不知怎樣 慢了 未夠 好了 跟著呢 真是厲害 他就叫 他的妹夫 不是一對子女的 被他控制了監禁住 他才能控制到這家人 叫那十歲的女兒出來 吵你老婆 因為他沒有盲了 即是那個妹夫 即是那個老婆 好了 如果不然我就 吵你了 吵你了 那麼 他去到這一刻 那個 會父受不了 十歲的女兒 那個老婆 他不是回家 他說不要 不要教我的女兒 他出來 就吵了自己老婆 吵你老婆 吵你老婆 你不是吵了他 不是啊 即是不要幫 因為他叫那個女兒 吵了他的老婆 叫他十歲的女兒 那他不吵了不要搞我的女兒 吵你了他的老婆 好了 但是 終然是這樣 吵你了 他仍然繼續 這個妹夫 被他從永反復電擊 以及極端飲食 即是不讓他吃 去限制 好了 最終呢 上到下舍 那兩天都死不了了 至此 已經死不了了 虎谷的經紀 他老婆的外父 外母 妹妹 和妹夫 五個人 好了 吵你了 剩下兩名 兒童人子 為什麼二妹 他們不在 一起住 在外面 所以 陷面於藍 兩個兒童人子 吵你了 重永 和他老婆 純子 純子其實是那兩個年輕人的 大兒 是不是 喂 不是啊 吵你了 養虎為患 野草吹不盡 衝鋒吹又生 吵你了 吵你了 你看看這個妹妹十歲 吵你了的弟弟六歲 吵你了的妹妹現在當然天真無邪 大過幾得他們搞不好的 吵你了就頓文殺 於是 她的妹妹過來 吵你了的妹妹 阿妹 十歲 吵 吵你了的妹妹 其實我妹妹已經瘋了一段時間了 幾天見到我這樣的家庭 你想不想死 你不想死的 吵你第二把刀的 你吵你弟弟 你們兩個只能活一個 如果不是我就 吵你老母臭氣 吵你 十歲的姐姐 如何落得手去吵你弟弟 但是在這個逼迫和 那個催眠底下 吵你老母臭氣 十歲的姐姐竟然 啊啊啊啊 我吵你了 去到這裏 還有一個人 我講漏了 就是第一個 記不記得大家說的 看官 跟她被騙過經紀 苦谷 苦谷是有個女兒的 其實那時候一起被她 禁禁住 但是 他就 就鬱到苦谷 真的不給她吃 又要她吃屎 死了 原來苦谷的女兒還在 還在被她禁禁 好了 接著他就叫苦谷的女兒 吵你老母臭氣 現在輪到你做事了 那個家姐 十歲的姐姐殺了六歲的弟弟 拿了刀出來 吵你老母 吵你了 叫苦谷的女兒 吵你了 那個十歲的姐姐 如果不是就是你死了 其實這個人已經去到這裏 你現在完全不懂得 如何形容他 結果 苦谷的女兒 就把這個十歲的女兒 結果除了這家人 這個瑞芳 純子的家人 除了純子之外 就是 崇永泰 老婆之外 就全部都是 吵架 好了 純子一街六口 九七年 十二月到九八年 六月半年內 全部都塌了 死了全部都是枝解 掉入海裏面 什麼時候這件事怎麼結法呢 是 最後一次1998年6月 的四年後 就是 苦谷的女兒 到了17歲 終於有一次 成功逃走 去到他爺爺的家 就把這件事結法 初審 兩夫妻都是死刑 但後來考慮到純子長期受到家暴 被崇永洗腦支配 2007年就改判 純子終身監禁 而 重永上訴多次 最終 終審 2011年12月 駁回 維持死刑 但是 落實死刑 但是我找資料 到了現在都未行刑 2023年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 你說一些人的魔性多大呢 不是去殺人 是可以影響到其他人去殺人 真的有很多機會發為的 他真的不明白的 真的不明白 是啊 我們看看照片 其實 很恐怖的 我反而覺得 他老公我們不知道 當是普通的崇永泰 他老婆的樣子 阿純子 其實 都是窄窄的 我們看看照片 看一張 不是 這張 崇永泰 你不認識 你一定知道 你不知道是普通的馬路 是普通的 但是他老婆的樣子 都是很邪氣 而且很愚蠢 很容易殺人擺佈 但是你是不是會受擺佈到這樣 殺了你自己的老爸老母 妹妹夫 還有這些 兒生 是吧 這個崇永泰 你老母 如果就這樣來說 他這些人的魔性 是比希特拉大大 因為沒有理想 純粹為犯罪而犯罪 幸好是沒有權 有權就打了我 我真是 各位 真是大眼熟人 現在想著 崇永泰的第一個老婆和他生了兒子 反而離婚 他那些什麼東西要儲 那就好對 1961年出生是崇永泰 現在都老了 只有六、二、三歲而已 OK 好 明天繼續上來買東西 繼續給你們買帽 拜拜 拜拜